Hello everybody,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 我叫做Dylan,背后的镜头是叫Kelvin 今天我们要来带你看一间 Single Story Semi Detached在省哪里 是一间很美很美的屋子啦 之前我们给你看我们的Droneshot 如果还没有Subscribe的话记得要Subscribe 现在我就要给你看我们的Droneshot 请不吝点赞订阅 Drone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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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像我们现在从泥巴这边开始讲 泥巴这里呢,它是这种Bifold 多的啦 所以它也是已经有拉好电线 然后 再给你看一下,柱子这边 也是有做好 这种Bifold 我现在会比较特地的去讲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Kelvin自己那间屋子没有 所以我们有另外花钱去做 这样我们就进来看一下 你看我们的车房 全部都已经是铺好桃子了 所以就像我们自己铺的桃子 像是这种2-1 是叫2-1 对,是这种2-1的桃子 车房来讲呢 可以发到最多3辆车 这样我们就进来一下吧 哎哟,你看 单单还没有进大门 我就已经被这边吸引住了 你看 这个这么大片的玻璃 它是有做那种凸出来 所以整间屋子真的是Modern 很多啦 这样我们就进去吧 之前我们上到我们大门这边 它这边已经有做一个 一个扛上来 然后它的桃子已经开始 做不一样的颜色了 很靠近 不过这一边 它就是比较有pattern这样咯 然后我们的大门这边 它是一片大大片的门 然后旁边还有一点这种 算窗口吗 窗口这样啦 这样我们就进去我们大门这边进来 进到我们的屋子 你可以看得到整间 现在是完全没有放东西进来的话 都已经很Modern了 因为它的地板 它是有SPC Flooring 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SPC Flooring 是做那种Cement effect 这样的样子啦 所以你看 真的是很舒服一下的 其实 讲到进来我们这边 这边就是你可以做你的 Feature Wall 你的电视柜 电视柱就可以坐在这边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跟你讲到就是 我们的Aircon Point 全部已经是Conseal好了 就是你们买Aircon的时候 直接装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就来我们刚才进来这边 这边呢 你可以放一点Sofa 然后如果你装B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按电话看书 这样你看 这个玻璃真的是很漂亮 OK 然后它上面那边其实也是 还有一个 四片玻璃 算玻璃嘛 窗口 OK啦 然后就是给阳光进来的咯 OK 然后我们讲完我们的电视柱 电视柱这边 所以你们的Sofa 反正是在这边咯 可以放一个很Grand的沙发 3加2 然后你看它这边 这么高的天花板啊 所以阳光怎么进来你看 现在我们这个时间是大概4点 就很有那种你去度假 度假屋的那种感觉 我刚才讲到我们的客厅 饭厅来讲就是会在这个地方了咯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Dry Kitchen 你看这个是每一个屋子都会有给的Original的了啦 就是Dry Kitchen的Camping Net 然后它这边会有一个那个洗碗盆给你 然后呢 这边就是去我们的后面啦 所以它这个门也是特别大的啦 然后这边有两个窗口 这样我们出来 如果你们是 还是很多大厨大厨大厨的话 你们可以在这边做你们的Wag Kitchen 然后洗衣机呢 洗衣机是在这边 洗衣机 压头啊水龙头啊排水 全部是这边 然后外面这边呢 全部就是用这个 像我们刚才大门那个 那边那种Touse 它是灰色 不过有一点Vanning 就是有纹的这样啦 这个是我们的后面 这样应该给你看我们的D先 OK 小心这边有两个Step 下来 然后我们后面这边 全部都是会有Gutter Land Size来讲 是8.8点 8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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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所以它这个D也是蛮大的啦 蛮舒服的 然后给你看一下这边 所以我要问一下Kelvin Lee的 这边是Aircon的Outdoor Unit 是吗 OK 所以你看 你可以装四架Aircon 你们的Aircon Outdoor Unit 就不用放在前面那边 会Spot掉你的风景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装 它已经给你拉好了 然后窗口 这些都很美啦 你看 那个是放水Tunky的地方 你看 都很大咯 好 现在我们看完我们外面 外面来讲 不懂有没有注意 这边全部都已经是FULLY TOW了的 完全没有杨灰CMAN的那一种了 OK 现在我们进来 哦 我忘记跟你们讲到 这一间屋子呢 是四个房间 三个厕所 所以我们从我们后面的房间开始看 因为我们的Master Room是在前面 OK 这样我来 走这边先吧 这两间是最小的房间 OK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房间 所以放了下一个Single Bed OK啦 放了一个Single Bed 在这边 这边还可以放一个 那种 叫什么啊 Study Table 然后这边你看 有一个很大的窗口 像我刚才讲呢 AirCon全部已经是 有好那些水Pipe 跟出水Pipe了的啦 OK 然后这是我们第二个房间 第二个房间 其实放得到 放得到Cream Bed 然后它是有四个窗口 这边两片 这样 AirCon也是做好了 然后呢 我们的房间 跟客厅 饭厅 它全部都是一个色系 都是一个颜色的SPC 所以整体 看起来你们的屋子 就会越来越的 越的 Uniform 是叫Uniform 有一个更 更适合的字 我突然想不起来 更 更美啦 就是更美的就是了 很 怎样讲啊 等我想到了 我放在 Screen这边 然后这个是 它的SPC版 Sample的这边 SPC是不会吸水的 然后我们这边这个房间 它也是可以放得到 一个Cream Size Bed 然后 AirCon 已经有了 AirCon 已经有了 这边给你看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不是Master Room 不过它也是有自己的洗手间 所以其中一间洗手间是在这边 另外一间就是这种 Sharing的洗手间 就在这边 OK 哦 它的 通风口 是在上面 你这样看过去 像这间房间 没有 没有窗口 其实它上面有一个 还蛮大的窗口 这样我看完我们 我们后面这边 三个房间 两间厕所 现在我们去看 Master Room 首先当你们进来 看我们Master Room的洗手间 Master Room的洗手间 它就会跟刚才那个洗手间 应该back to back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 那一种 通风口 所以这边洗澡 就可以 那边热气出去了 OK 我们的Master Room 来讲是在这一边 它的 Master Bed 你的Queen Bag 你的Queen Bag 可以放在这边 OK 然后窗口来讲 还是这边四片 所以这个是 Facing我们的 Main Gate 如果你觉得不喜欢 你可以选 后面那一间 因为后面那一间 也是有自己的洗手间 OK 这样我们看完了 这一间 Single Story Semi-D 现在我给你一个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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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间 Single Story Semi-Detach 它的 Location是在 Sernardine 靠近那一个 BSTS这一边 靠近有一个很大的 它这个屋子呢 是一个 4 bedroom 3 bathroom 的屋子 然后 Lens Size 是8.8 point 然后 Fully Top Car Porch 前面 后面 车房 可以帮到三辆车 Wed Kitchen Dry Kitchen 还有什么要跟你讲的 就是 不用讲多了 就是直接看 那个玻璃 一看那个玻璃 就好像很想要买 老的感觉 是不是 这一间屋子呢 其实它 已经差不多 那个OP 已经差不多要出了 所以这一间 也是 今年内就可以入住了 如果你们是想要 哇 今天 买好了 今年2023年 就要搬新屋来讲 就可以考虑这一间 哦 还没有讲到价钱 价钱来讲呢 是560千 如果你们对这一间屋子 有兴趣想要看 直接在这边联络我 还有什么information的话 也可以PM我 这样我们今天的video 就到这里 喜欢这个video的话 记得 Like 把这个video 分享出去给你们的朋友看 还有 Subscribe to我们的 Channel Until next time Bye